敢不敢挑战四天打卡四大名楼 第二站湖北黄鹤楼 走吧能不能吃点饭饿了 一会啊咱们先也就像这个路线怎么走现在山西的运城是吧 隔着河南 河南郑州南洋 然后到湖北是吧 嗯 这条路行了赶紧吃饭吧 吃饱喝酒啊抓紧赶路 油箱加满 你睡醒了 醒了 咱们晚上能干到湖北吗 那必须能 现在是晚上一点啊我们终于从山西啊 开车开到这个湖北武汉了我们找了一个酒店先住下了啊 明天再去 黄鹤楼 胖子 今天能不能憋大葫芦啊 不打不打不打 今天能睡个好觉啊 啊 黄鹤楼景区到了啊 这个位置 走买票去 被打车载辆 5万多人 今天已经预约了7000多人了 黄鹤楼票价是70块钱一个人 白天啊晚上是120 晚上 为什么比较贵呢 晚上有灯光秀还有那个表演 啊但是我们世界来不及我们一会儿 还要去那个湖南呢 走吧 这个地方挺好就是有点太热啊胖子就跟水洗了啊 你看他出汗出了我也出汗了我这么受我也出汗了 该说不说的啊 我还太热了 黄鹤楼打卡成功 现在已经登到了黄鹤楼的最顶层啊 咱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风景啊 整个长江长江大桥 武汉的风景都可以看着一清二楚 走吧 找啥街呢 天马上黑了 咱们还要去湖南呢 赶紧走吧 我不走 走吧走吧 咱们看不出来 没事吧 我们这边在我们 bile